大家好 童文成人突破 童文成人 我是童文勋 今天我們看到國民黨立委 在立法院的這個表現 然後這個衝突也有一些流血的問題 不是非常的激烈 但是就是看起來 從媒體的相片還有錄影這樣的一個資料裡面 我們看起來就是說這個衝突呢 沒有比以前我覺得我們在立法院看到那樣衝突大 但我們不是要看這些立委說好像要變成滾刀塊 就是一定要都流血衝突 然後暴力衝突沒有辦法講道理 可是因為這個票數不如人嘛 你的抗爭的手段跟你抗議的手段 可能就是 只好選擇這樣的衝突 然後現在立法院的這個門口呢 各方人馬都聚集了 包括私改會 還有各個民間的團體 主張就是說希望我們的私法改革可以進入 這個陪審制的這樣的一個實驗的一個階段 那當然就被這個上面當然就是蔡英文嘛 主張 不可以有陪審制 那這個問題還在 靜坐在立法院的門口 那包括因為巨馬都拉出來了嘛 關於陳菊能不能上 質詢台 貝巡台 被立委來這個質詢 然後看看他是不是一個市格的監察院院長 那貝巡台已經被拆掉了嘛 那這個是國民黨在這一次 抗爭上次要佔據這個會議的議場 然後這一次呢不是 這一次就直接 突襲式的進去 然後把貝巡台給拆了 那民黨本來沒有擋住 沒有去擋他們 那後來就衝進去呢 就是直接 就有這樣的一個肉搏戰 這樣說吧 我還是說國民黨必須要加油 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我們也不是說 對這個太陽花這些學生 有特別的一個favor 就是說學生嘛 學生的這個資源沒有辦法跟 立法院來比 也沒有政黨的澳元 那所以學生為什麼 能夠在議會裡面生存下來 有他們的條件天生的 我們就是很難去對學生動手 那同樣的國民黨也可以發動學生啊 那為什麼學生不會跟著國民黨走呢 這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我覺得所有人都是檢討自己才有未來 看到自己的問題改變這個問題 如果國民黨還是一些老先生 在掌控一個黨的走向 那這個黨不會有希望的 必須要跟年輕的世代對話 知道年輕的世代想要什麼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解決他們 未來 他們的收入 他們的婚姻 他們的居住 你如果可以把這些居住正義 他們的收入低薪是國齒 通通 有政策 提出你們的影子內閣 其實 國民黨有機會重新執政 不是沒有的 因為民進黨會 自己出包會自己出錯 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就像這幾天幾乎每一天都有提爆 民進黨問題的 而且每一條都非常的大 如果是放在過去 民進黨去踢爆國民黨這樣的問題的話 早就佔據了所有的版面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所有的版面 都被民進黨的這一些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呢 好像一個掩蓋一個 因為排山倒海而來 這個浪啊一波比一波高 所以後面的浪呢 就蓋住了前面的浪 反正也回應不及了 所以呢 後面的浪 被後面的浪蓋住的人就很開心 他的問題就沒有人關注了 這個是國民黨追議題的能力的問題 用功的問題 對我們來說 我們提出所有的資料跟證據 也要有人接著去打嘛 我們畢竟不是長友 譬如說有立院黨團啊 有這麼多的立委啊 對不對 你還有智庫啊 這些應該要責任扛起來的 其實就是在野黨 那民眾黨也來分一杯羹啦 他們就用噴漆的方式 然後也參與抗議 那民眾黨為什麼對陳徐這麼憤怒呢 這個其來有志啊 從這個 我覺得這也是選戰的考量啦 因為最初呢 克文哲所有的議題 對著這些麥克風啊 所有議題呢 都是用關鍵字來檢索 決定他那一天要講什麼關鍵字 那因為他們抓到就是說 那因為他們抓到就是說 社會上包括綠營的人呢 普遍對於新潮流沒有什麼好感 所以其實他老早就已經抓了新潮流猛打了 再加上他認為 2018年有關於 葛特曼的這個書屠殺這個問題呢 是陳徐在後面操盤 所以即使在本門會 他跟蔡英文見面的時候 他都一再要求蔡英文要把戰犯叫出來 然後他們一再說沒有 民進黨沒有介入這件事情 而且勒令大家不能談這個事情 他怎麼樣都不相信 所以他跟陳徐的仇結很大 在我來看是誤會一場 根本就不是 他不知道說 有這種 比如說我們講舒尚豪醫師好了 因為他真的是第一線在做器官移植的醫師 他非常清楚柯文哲的本質 像這樣的醫生他是自己站出來的 頂著各種壓力站出來的 我我根本不認識柯文哲 我也是頂著各種壓力 你自己站出來講 因為我查器官移植的問題 中國國災器官的問題 從2006年到現在 已經十幾年了 我對這樣的一個真相我非常的關心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自力完成的 所有的研究 包括柯文哲的論文 各種論文找出來這些資料的判讀 都是我獨立完成的 就像我查蔡英文的論文們一樣 我認為那個東西涉及公義 所以我們會自己去做 我們只是發出很小的聲音 只是在黑暗的房間裡面點一盞蠟燭而已 這就是我們的能量 可是社會是有公義的 宇宙是有公義的 即使是這樣微弱的燭光 都會有人看見真相 那很多人還是不看 甚至還繼續護航 可是這件事情背後真的沒有陳菊 我們從來跟陳菊沒有任何的聯繫 不認識他 就在電視螢光幕上看過他 我連面對面跟他講話都沒有過 曾經想說在2008 整個國際金融海嘯來的時候 有人安排我去高雄市政府 想要拜會他 可是他拒絕見我 那時候有熱比亞 打雅媽來台灣的問題 他拒絕見我 我們談高雄的經濟如何讓他翻轉 我那時候的一個建議還是一樣 你開放外勞就好了 他完全拒絕這件事情 這也跟他之前在勞友會的主委 這麼長的時間是有關係的 那時候我說過了 就是現在的這個文化部的部長 那個李永德 傑傑那時候他是副市長 然後談了一些高雄的經濟的問題 他就跟我講 他說其實不要看現在高雄經濟不好啊 但是我們有夜市經濟啊 晚上夜市經濟是不錯的 那我就不知道跟他講什麼 其實藍綠都一樣 我在這十幾年下來 光是外勞這個議題就讓我看清楚他們 好關我之為之 可是解決台灣經濟的關鍵的問題 他們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背後的因素他們知不知道 知道 因為外勞涉及的利益 每一年有幾百億的利益 特定的人奔走了 所以不會有人願意 外勞是沒有管制的情況之下 自由流動 那這個聽了不要覺得害怕 說自由流動看起來很可怕 就一大堆外勞進來 不是的 在你有一個總體的這個控管 數量啦 然後外勞的這個怎麼樣輔導啦 然後勞動檢查應該要怎麼進行啦 在這種配套的措施之下 我們應該讓需要勞動力的工廠 以及家庭引進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力幫手 我們的出生率 我們的整個經濟才有辦法提高 這非常簡單的 可是怎麼講呢 他們都不動我們就知道了 其實背後有太大的力量 有太大的利益了 甚至還有中共的黑手在裡面 所以 關於陳菊的問題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他不適合坐在監委的那個 監察院那個位置 可是他非常堅持 那最近他對於這個 國民黨在立黨他變成監察院長的時候 他說了一段話 我們下一段進來 這邊是最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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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蔡英文说民党要修宪嘛 这次蔡英文说要修宪 修宪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通通不知道 但是陈菊已经知道了 第一个要把投票年龄往下修吧对不对18岁嘛然后18岁成年所以就可以自主结婚不需要父母的同意 再来 显然就是要废除监察院嘛 废除考试院嘛 这是陈菊所说的 废除考监两院 那还要动多大呢 废除考监两院之后 其实我们的宪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那是不是连这个也要修 显然所谓的党政高层啊 民党的党政高层已经内心里有数了 他们要过什么东西 心里有数了 什么东西不过 心里有数了 所以目的就是最后要变成内阁制嘛 如果他们有把握 地方因为绝对不修的 其实最应该要修的 现在我们宪法最应该要修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单一选区两票制 立委这个数字应该要修改 目前单一选区两票制啊 以前 比如说大选区 你还有可能就是说新人不属于政党啊 没有这个地方派系啊 没有地方服务 没有地方的这种基础 都还有可能选得上 因为大选区嘛 你只要有大的选区里面 比如说有几百万票 那么只要有人 比如说3%的人愿意支持你 凑起来可能有四五万票就选上了 可是你现在不是单一选区两票制 所以选区变小了 选区变小了之后 你如果不是平常就是 有服务处啊 对不对 这需要政党的澳元啊 然后这种东西呢 到最后变成世席制 家族的投资嘛 那这种会一定最后跟这个土地的利益可能是绑在一起的 你才有办法长期的澳元支持你自己的子弟兵嘛 所以完全变成世席制了 单一选区两票制 才是我们应该要最应该要修宪的 把它修回去原来的制度 结果你现在要修什么 你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后 你已经控制了对于立委的席次非常有把握 也不会有新人出头的机会 所以将来谁掌握了立院的席次 最大的席次席位 对不对 你就掌握了政府 因为你就可以组阁 组阁就可以你看 所有的预算 爱给谁给谁 包养那些公关公司 这种任务型的选举为目的的公关公司 那台湾永远就没有是非真相 没有真理 利用这些网军 利用这些公关公司 做YouTuber 做影片 做这个图文不符 对不对 做这个梗图 批这些图 然后在网络上带风向 在社群里面带风向 就可以永久执政了 长长久久执政下去 那谁还要好好做事 整个文官体制也被破坏了 只要你在特定的利益团体的那个群组里面 在line里面 部长也在里面 局长也在里面 然后打成一片 这种选举型的line的编制 其他的族群 意见跟你不合的人 是不会在那个群组里面的 有少数人把持 就控制了这个政府 然后他们还不是文官体制 也不是政府官 他不受任何力量的监督 最后深层政府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组织里面就形成了嘛 他们才实际叫做破水 他们才是实际控制这个政府机构 所以我们这种完全破坏文官体制的这种制度已经在民进党的 蔡英文的两任已经完全形成了 那谁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毁坏法制 民主斗退路的现状 所以我说我们需要第二次革命 那最近看到有几个媒体的爆料呢 看起来媒体有开始 好像有开始 为什么第一任没有 在第二任的开始 在监督这个政府了 但我不是这样看 我通常解读这个东西 你上一任不丢出来 已经都四年了 现在在骂说过去四年 有谁谁谁包了多少工程 有谁谁谁拿了政府多少标案 当时为什么不讲 所以现在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认为关键是有人丢包 所以仍然是茶杯里面的 咖啡杯里面的暴风雨 但是我们乐观其成 总要有人出来爆料 这些真相才会一个一个服输来嘛 但是不要因此而误判 认为说我们的媒体又活回来了 并没有 这是丢包的结果 包括通常总统的第二任 通常会有博押的问题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博押 现在7月了 案里应该是在11月之前 这个竞争就会非常的激烈了 可能从行政院 可能从包括下一任台北市长 那接下来台北市长选完 又是总统的选举了 很可怕 台湾从来没有止息 在不断的撕裂中 为什么 就是因为选举的安排 的时间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忧心 蔡英文修宪到底是什么目的 而且如果认为说宪法这么棒 要把宪法修好 这么厉害 那依据宪政的这样一个精神 现任的总统就不应该兼民进党的党主席 连这个奋计都没有了 你会相信蔡英文可以把这部宪法修得很好吗 还是他只会照着自己的利益的 他想要的利益去修这部宪法 我比较相信会是后者 因为我们已经观察他超过四年了 而且我们透过因为论文们的关系 所查到的蔡英文家族的所有的资料 他们家族的发家史 可以证明他会做什么样的判断跟抉择 尤其是在中国的问题上 然后这几天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三倍券已经开始要发了 然后我们看到一则新闻 是跟陈建仁 前副总统陈建仁有关的 然后看完之后 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哇原来这个陈建仁跟蔡英文这么像 怎么像呢 我们下段进来 而是想要接着 我们下段进行并没有打开 让我们下段的程度 我们下段进行并不是升级码 就像这个陈建仁 那样的那样 所以我们下段进行并不明显 大陈建仁 前面的一扇子 有这种影响 做一些某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的前副总统陈建仁印象很好 一届出身嘛 对不对 然后曾经在2003年这个SARS一战成名 但有人就吵说 这个当时SARS呢 真正的工程不是陈建仁 是当时的这个叶金川 有这样的说法 但无论如何 在SARS的期间 台湾其实得到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在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就发现说 当时SARS期间呢 在很多的错误中学习 然后不应该封院的 和平院不应该封院 你如果要封院 应该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但后来监察院对这个事情 它有过一个纠正案 可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SARS死伤惨重之后 我们建立了一套所谓的SOP 这套SOP是决战于境外 所以我们努力就是说 如何把一颗病毒 不认识的病毒呢 封在境外 这个SOP是有的 而且是在SARS期间建立的 可是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这颗病毒如果进来 那你的SOP是什么 没有 只懂得把这个东西封在境外 所以在这个SOP之后呢 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陈时中 他所作所为都是决战于境外 决战境外没有错 可是一旦东西进来之后 应该要怎么做 不知道怎么做 而且这一些真的在这个 整个医疗的这个体系的 行政的体系里面 一路升官的这一群人呢 往往没有真正去 这个经营一个医院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遇到什么问题 以及在医疗院所里面的管理 有什么样的压力 通通不知道 什么是合情合理的后送的机制 也不知道 就自己闭门召居去开始写东西 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面 我们通通都看到了 还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确实在第一时间 所有人都戴口罩 从一月开始已经完全买不到口罩了 如果大家再去回想 今年一月发生什么事 今年的这个农历的春节来得早 所以一月的时候就农历春节了 在春节之前 你想要上午去买口罩 已经买不到了 结果那时候 行政院院长说什么 在春节期间 可能因为送货了 这些大家都休假 物流也休假了 所以春节期间之后 这个派送就会完成 然后所有人都可以买得到口罩 我们因为相信 所以连动手去买都没有去买 好 结果呢 到最后就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我们也觉得说 好 没有关系 需要人先用 医生先用嘛 医院先用嘛 结果我们发现说 其他医院我不敢讲 可是台北市立医院呢 整天这些院长就斤斤计较这些医生 一天拿了几个口罩 口罩为什么不够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 然后让医疗人员 医护人员非常的寒心 可是无论如何 大家把这段时间熬过去了 熬过去之后 其实全球的疫情都还没有 还没有改善 像美国现在还在 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疫情 重新再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开放边境 好 陈时中他们也一样的嘛 还在cooking嘛 还在雕花嘛 但至少我觉得 一开始利用大家的恐惧 对生命的恐惧 对死亡的恐惧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侵犯人权 利用疫情而扩权 行政扩权 已经逾越宪法的授权的程度 甚至立了一些奇怪怪的法 好像空白授权一样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民众清醒了 包括一开始陈时中讲过的啊 什么去年的年底啊 台湾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WHO 说我们呢 已经知道这个中国已经人传人了 已经警告WHO 有这件事吗 白紫黑字吧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因为即使很多的肺病啊 跟肺相关的疾病啊 不见得是传染病 一开始他们也可能都放在隔离的病房里 你如果有真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现在好像有人外逃嘛 到了美国 那件事情呢 我也不太想讲 是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 好 一点包括福斯 为什么是没有主持人采访的状态 只有单一镜头出来 这种媒体的采编的这个方式 其实是有玄机的 再来是 他依附在特定人身上 就是有郭文贵的这个问题 好 所以就这件事情我认为还有一点 再来是过去呢 带着真正带的资料 到美国的人呢 其实都有这个证人保护法 保护起来 那这些重要的人物 事实上从来没有露脸 露脸过 连媒体想要找到一张 他的相片都找不到 很罕见的会有人就是说 先进了FBI的调查的程序里面 没有进入专家证人的保护的体制 而直接自己找媒体来说话 所以基于这几个疑点 我是暂时 可能也之后也不会去评论这件事情 我们就等这个让子弹飞 真相有一天会大白的 但是我们就看客观的事实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所讲的东西 没有我们不知道的 就是去年12月之前就已经开始 这个新冠肺炎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然后中共隐藏这个问题 WHO隐藏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都知道 并没有看到新的资料 OK 讲到这里 那么陈建仁呢 回来 他究竟是不是SARS的英雄 我觉得SARS期间 看不到英雄 除了我觉得这个 台北市立医院的这个吕家峰医师 让他所在的这个中心医院 没有院内感染 我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 他真的是专家 也做到了没有院内感染 那其他说要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死伤惨重的这种情况之下 要说他自己是SARS英雄 我觉得也是事后造神 就像陈时中现在是造神 造出来的 好像走到哪里 像在娘妈造 那陈建仁到底有什么样的 值得我们去说 他穿越时空改变历史呢 本来也不想 就是说我们查 蔡英文的论文们 查到今天 知道他的家族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 其实台湾很多家族 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像在威权的时期 有非常优秀的一流人才 有哪些人他不是国民党呢 我们不应该去攻击这种事情 可是如果你特别要去标榜说 你怎么样这个 在民主上面有这个成就 你怎么样这个 对抗了威权的时代 要为自己 足足备备 擦脂抹粉啊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离谱了 这个就值得把他真相找出来 查一查好好的看一看 那陈建仁呢 他事实上这个东西有两 有好几个媒体报道 有上报 有自由时报 我们交叉比对之后发现说 这个内容可能是真的是 他是这样讲的 上报到今天都还没有改变 他的采编的这个内容 那这记者说什么呢 就是促转会 在7月11号举办了一个社会对话 社会对话展 社会对话 然后题目是什么 讲威权时代的孩子 那所以陈建仁就讲 他就是威权时代的孩子 他说228发生的时候 他年纪还在还小 那228发生的问题呢 是这个因为茶器撕烟嘛 引起的 然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呢 外省人垄断所有权位 许多官员也开始贪污 军队的纪律更是败坏 民生用品也被扫空 加上语言跟文化的冲突 通货膨胀等种种的因素呢 才导致228事件的发生 这短短的一段话 就有很多的错误 第一个 陈建仁是1951年才出生的 上我一百科看 他是1951年6月6号出生 那228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1947年2月28号 他那时候还没出生呢 他怎么会说 他自己当时还年幼呢 所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 威权时代的孩子 威权时代的孩子 在讲他的对政治的恐惧 这超级荒谬的 再来 他说那是茶器思焉 其实我们都知道 228在原环 台北原环茶器思焉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一个擦枪走火的事件 真正的问题是之前的 种种的摩擦对不对 当然是跟接收日产有关嘛 就是接收日产这群人的恶行恶状 然后通货膨胀没有办法抑制 所以导致228冲突流血冲突 可是228流血冲突之后 有很多的清香的事件 对不对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有一个这个当时他是有名的书法家欧阳巡的后代 叫欧阳可亮 他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外交官 你听这个名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他是外选人 可是在28的时候 他也被判死刑 他不但被判死刑 而且他当时被关押的时候 他跟当时台湾第一个 在28里面第一波被迫害致死的 台湾的第一个检察官被迫害致死 他被他跟他关押在一起 所以 陈建人到现在 还在用外省人跟本省人 这种切割的方法一刀切 我再读一遍他说什么 他说 外省人垄断所有的权位 其实当时被迫害的也有外省人 这种 现在谁拿到228的话语权 就要去改变228的历史 这是不对的 这有害于真相的调查 有害于族群的和解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的外省军人 这些外省老卑卑 是1949年才来到台湾的 228事件发生在1947年 关这些人什么事呢 我们下一段进来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赞助播出 有没有一种产品能够彻底净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携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净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抹布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它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地将我挂在它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它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脑人的异味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所以很简单就是 成年人不会连自己的出生的日期都记错了 所以成年人脑袋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不知道他不记得 二八事件发生在哪一年 他不知道把他时空挫置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后他里面还有一段 他讲说 1945年他父亲陈兴安就担任官派的骑山镇长 然后他讲到这一个 有一天 镇长办公室被许多军人闯进来 然后配枪的军人还把刺刀对准了陈兴安 要求他搬出去 然后陈兴安只会说台语 不会说普通话 因此用台语反问说什么叫出去呢 结果对方回呛我枪毙你 一度引发紧张的对峙 然后索性后来找到了军方的长官沟通 才顺利化解僵局 那就有人找到这个真实的资料 就说不对 这个陈兴安事实上是1948年的4月 才担任了官派的骑山镇长 所以恐怕并没有陈兴安所说的 因为陈兴安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啊 陈兴安1951年才出生啊 就算他1951年出生 他父亲发生什么事情 也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嘛 那他有没有去查证呢 他连他父亲是哪一年才去官派骑山镇长 都不知道 但是这些都有史料的 再来陈兴安真的不会讲普通话吗 因为他在1948年的4月 可以官派骑山镇长 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 1947年2月28号 二八事件之后并没有完结 你说二八就结束了吗 不是耶 接下来进行了一连串的叫做清香运动 在这一连串的清香运动里面死了多少人 我把我书中第66页的一段文字啊 读给大家听 这个二八啊 诗中的有一位这个李汉 李瑞汉律师 到现在为止找不到尸体 可是当时还有一位检察官 检察官啊 叫做王玉玲 好 那个王是三横一束王 玉是教育的玉 玉是天上甘玲的玉 王玉玲检察官 这是当时台湾的法界的精英 然后呢 他们变成二二八的第一批冤魂啊 这是我在上一段所说的 欧阳可亮啊 他是欧阳根的儿子 他们的主辈是欧阳巡 他是1945年的时候 就已经从上海来台湾 他是第一批来台湾的外省人 可以这么说 可是啊 他当时是接收的这个成员之一 他负责接收什么呢 他负责接收台北州立第二初中 他去接收初中 然后因为他去接收这个第二初中呢 他就寄住在谁的家里呢 他就寄住在林挺申的家里 大同林挺申 创办人林挺申的家里 对林挺申来说 第一个欧阳可亮是文人嘛 而且林挺申那时候还有一个大同工学院嘛 有学校 所以他也尊称这个欧阳可亮为老师 然后欧阳可亮则称林挺申为校长 他寄住在他家 结果因为寄住在他家 他后来莫名其妙的被判了三次死刑 这是欧阳可亮 他还是负责来接收日产的 1945年就来了 两年之后差一点死于非命 然后呢 他那时候被关押在台北的西本院寺啊 就职啊 西本院寺 跟王玉玲啊就关在一起 而且一起被送到了马场丁的刑场 后来因为这个路上 因为那个汽车啊 没油了 车子没有油了 兵荒马乱的 车子没有油了 所以才在最后一刻啊 都已经被蒙上眼睛要枪毙了 被救了回来 被救了回来之后事情没有了啊 他跟林挺申有一天 就接到一个邀约 谁邀约他呢 姚虎城 姚虎城当时是警总第二处的处长 邀他跟林挺申 还有当时啊 几个这个台湾的士生啊 在哪里呢 就是现在很有名的 在这个 圆环那边叫做蓬莱格 酒家菜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大家还可以去试试看这些酒家菜啊 汤汤水水的 很有台湾菜的这个特色 就约在彭莱格吃饭 就约在彭莱格吃饭 还不准他们不去哦 就被押去吃饭啊 包括林挺申 欧阳可亮都被迫出席 然后出席之后呢 他们被勒索啊 每一个人要付两百两的黄金 你想想看那是多少钱 两百两的黄金 后来他们想说怎么可能带着黄金出门呢 最后妥协的方法就是写下借据 写下借据 一个人呢就写下借据二十条黄金 承诺事后奉上 然后姚古城勒索到钱了很开心 就找来了这个乐团啊 吹吹打打的 而且呢 用这个大禁场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的鼓噪啊 这样的声音吹吹打打的 就隔壁有人不长眼睛 不知道说 这是姚古城啊 凶神恶煞 就过来拜托说 不要不要这么大声 因为他们在谈事情 那是谁在谈事情呢 是一个有名的 这个煤矿的业主叫刘明 姓刘 刘明 还有教育厅厅长许寿长 许寿长 那时候教育厅厅长 也是当时跟着这个 陈怡啊 一起来接收台湾的 神寿长 结果呢 引起姚虎城不悦 然后他们知道说糟糕了 得罪了这个 这个 凶神恶煞 第二天啊 刘明跟这个 许寿长啊 亲自去中山堂 跟姚武城道歉 赔罪 而且许寿长不仅是 陈怡的同乡 那关系应该很铁吧 没有想到有一天啊 许寿长 在家里被盗贼 砍死在家中 这个是在当时一般没有 你没有办法把他抓起来坐牢 没有入罪的借口的时候 常用的杀人灭口暗杀的手段 许寿长 蚕死在家中 那刘明呢 刘明呢 被警总逮捕 在沙死场整整被淋虐十年 我们不知道 刘明的煤矿 他的矿场 是不是也被没收了 这个就是当时228的情况 可是我们来对比一下 陈兴安 陈兴安在2281947年之后的 清香运动之后 不但安然无恙 还被官派到齐山当镇长 这样叫做他们在228的时候 在威权的时期 他们也是恐惧的 担心害怕的那些人吗 不是 这个情况其实跟蔡英文家很像 我们待会可以来对比 那所以来看陈兴安 第四个疑点 这个陈建仁他这篇演讲里面 还有一段讲到什么呢 他说当时好像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这些人 就是被这些外省人迫害 不要轻易的滥用这种集合名词 台湾从头到尾最大的谎言就是这种族群的大的这种名词 台湾从来只有有权有势的人 无权无势的人 而不是台湾人跟外省人这样一刀切 就像我刚刚讲的 来接收日产 对不对 许寿常 当时的教育厅厅长 被盗匪砍死家中 他不就是外省人吗 他算权贵吧 结果呢 惨死家中 这是外省人的问题吗 不是 他想要好好的做事 因为他们那时候 跟流民开会 就是在想学校改制的问题 要造福地方的学生 就这样的人被害死了 这跟你是哪一省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有权有势的人谁依附上去了 后来有官做的人依附上去了 这就是真相不是吗 而且 整个现在的好像转型正义啊 促转会啊 整个故事的编排就是这样子 当时因为这个国民党来了 就迫害这些原来是 在日俱时期的日本国 的这些国民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陈怡其实是留学日本 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所以当时蒋介石为什么 派陈怡来接收日产 他还派一个人来辅佐他 那个人就是五手工 可是五手工是留美的 我们说过的他是芝加哥大学 对不对 他是学霸 就是为了要制衡 所以陈怡后来出了什么事 很多人不知道陈怡后来出什么事 我们下一段进来 四十年来吃草 傳染上大学 在我这段里面 您可以在家里做电子 关于大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我们刚才漏讲了一个疑点 就是我们看到PTT里面有人提报 就是陈兴安其实在1946年 他曾经获颁陆海空军甲种奖章 那陈兴安不只获颁奖章 而且后来他是担任了军友社的理事 长期是军人之友 所以他为什么获颁奖章呢 原来在对日抗战的时候 在日据的时代 他就已经是国民党的当时叫做军事委员会 他是军事委员会的情报员 所以他跟军方尤其是军情系统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才可以被颁获这个甲种奖章 那这一点又跟蔡英文家非常的相像 在战乱的时候 在前线作战的人 其实是深陷在战场的 可是在军中的系统有一个系统 是军情系统 这群人最早可以得到战争的讯息 所以逃得最快 还有党务系统 所以不管是军统或是中统 这两个系统是最容易在战乱的时候 第一个西家带卷来台湾的 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了 整个国民党的体系里面 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官二代 都是父母都是军统 军情系统 情治系统的孩子 他们也不受什么禁婚令 不禁婚令的这个限制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西眷来台湾 就算他们不是西眷来台湾 他们在台湾也容易找到对象结婚 因为他们是比较属于是高层的高官 好所以 陈建人说他父亲不会讲普通话 我不相信 我不太相信 就在1945年的时候 他不会讲普通话 他如果去担任这个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情报员 就算不会讲普通话 用写的也会通啊 就写字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疑点 那最后一个我们就是回来 就是说其实 现在有很多的故事都是说 当时这个国民党因为要迫害这些日籍 曾经效忠于日籍 然后怀疑台湾人的忠诚度嘛 所以高官都是外省人当的 官员都是外省人 那其实陈建人就自己打脸自己啦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在1948年 他自己说是1945年 时间是错的 1948年就官派了齐三镇长 那他父亲是外省人吗 不就自己打脸自己了 而且陈怡啊 他是留日的 很多人不知道 就觉得说他从中国来嘛 他是留日的 而且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 所以我上一段有讲 在我们书中也有分析 就是陈怡当时跟吴守公的角色是什么 而且他们当时已经对于 怎么样治理台湾啊 两个人啊有一种默契了 所以陈怡把吴守公派去哪里 除了接收日产 除了台湾银行 他把他派去台大 台大 台湾大学 接收他担任第一届的 台大法学院的院长 然后东吴大学的副校 也跟吴守公有关 更不用说他们手上掠夺了多少土地了 但是陈怡呢 本职出了问题 后来出现了228事件 在1947年 陈怡有没有出事 没有出事 甚至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呢 他还重回中国 应该是被派在浙江的军区 所以蒋介石继续重用他 可是陈怡死于什么时间呢 陈怡在1950年被枪毙 为什么陈怡被枪毙 他被带回来台湾枪毙 然后在死前呢 他完全就是面目表情是巨傲的 不发抑郁 一直到被枪毙为止 为什么 他投共 投共被抓到了 我们书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个人 都掉了 可见就去投共了 所以这一群人才是造成228的元凶 跟欧阳可亮那种被判三四死刑 或者我们刚讲的许寿长 教育厅厅长 最后被盗匪闯入家中 砍死 这样的所谓的外审人 可以把他们用一个外审人三个字 就把他们框在一起吗 这不是真相 这不是故事 而且陈建仁的父亲 就因为他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怎么样 曾经在高雄县政府护政客工作过 是在日本时代担任 相当于委任职超过十年 所以陈宜当时直接用这些 有经验的公务人员 日据时代的公务人员 直接用同样的资格聘用他 然后续薪 所以陈宜当时并没有迫害这一群人 不因为他们是在日本时期 曾经当过公务人员 所以就迫害他们 这故事完全不是现在你想要改写历史 当时历史不是这样 他们也对日本并没有仇恨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掠夺 当时日本人要离开台湾的时候 除了随身攜带的 所需要的三天的物资 因为他们要搭船走 还有一千块日元之外 什么都不可以带走 什么古筒 自画 珠宝 房地产 地契 什么都不可以带走 所以所有的资产就被这一群 接收日产的人给瓜分了 瓜分的结果当然造成仇恨 这是恶八的造成恶八的原因 因为他们恶行恶状 可是你今天要解释恶八 把它解释成说 因为外省人当官或怎么样 其实这太简单了 这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 这不是促进转型正义 这不是促进有真相才能和解 不是吗 你们现在把真相扭曲成另外一个故事了 没有真相如何和解 我们明天继续这个话题 然后来对比 蔡英文跟陈建仁家族 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 如果没有陈建仁这场演讲 其实我们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见 好 所以当时是为了觉得说 东西很干净 带回来台湾当然是可以造福很多人 然后在那边也可以增加工作机会 所以你第一个接触到的事实上是咖啡 然后后来又陆续其他的产品 其他的产品都是严论 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油肝脂 我们本来就是跟那个生技公司在做 喝的会年轻的 因为那个很贵 那我们说我们来种 我们本来就喜欢种 是这样是来做的 鱼肝脂的成分它可以让人喝的年轻 是 可是那是萃取的 所以您当时是跟医生合作的 对我们就跟郑董事长他们的公司 OK 可是你认为你要把它普罗化 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它 所以才会说再去做种植 所以你现在在缅甸的这个鱼肝脂 这样的一个种植面积有多大 大概有200多台甲 200多台甲 200多甲是非常庞大的 也就是放在台湾来说 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面积 可是它的种植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好来来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鱼肝脂 我讲到鱼肝脂我就想起我妈妈讲的 那你种得很密吗 还是说 不要 因为你在山上嘛 我们没有很密 对 所谓的200甲 它绝对不是我们从平地的种植 种稻子 那个一罗萝卜一个坑的那个感觉 这个同意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的野生的感觉 我自己先看一下 是 所以在剪 我们就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 因为有时候爬上去嘛 拉得下来就拉下来摘 拉不下来就爬上去这样 它的枝有弹性 不然这样拉会绷断掉 应该还好啦 好 所以它的枝它很高吗 这种树 它像这一棵大概也有四层肉高 哇 天啊 所以其实种的很酥 就是酥酥的 然后它有原始的其他的树木在 也还留着 还留着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牌子 这个不是写上去的话 这是我们挂在那里的牌子 一个布条 在这个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在栽的时候已经变得有点黄了 好 那这个是在树枝上的状态 感觉有点像梅子 这个油杆子我们台湾也有 有机会可以吃看看 就是说吃下去的时候又酸又涩 很想把它吐掉的同时就转甜 就把它吃下去了 所以这个本来是野生植物 它这个应该是蛮野性的 就本来就产在缅甸跟印度 盐产地 好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鱼杆子 到底可以怎么喝 我们待会可以泡来喝 好啊 好啊 鱼杆子怎么泡 有一些技巧对不对 它不可以是那个非常热的这个热水 好 所以我们一般要几度 大概70度 我们一般比较建议是看最好啦 是40度 40度 然后尾温 对 蜂蜜也是大概40度 因为里面有很多氨基酸这样 像我在泡里干净 我都会加一点蜂蜜 热水会破坏那个 这个 蜂蜜里面的成分 是 所以我们就把鱼杆子 现在 呃 里面就是有 现在是15入嘛 一盒就是15入 这样子 那它都已经变成装好了 是茶包型的 是 所以我们把它打开 事实上它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看到这个图片里面的 这个鱼杆子的这个果子 是 你们收过来之后 用天然的日晒法 是 然后再把它连种子 核都打在一起吗 种子我们有把它去掉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果肉而已 是 好就是果肉 那果肉它就是这样一包 其实我平常喝 我大概就可以泡一天 是 因为我有时候没有在位置上嘛 是 跑一跑去的 然后我就把它泡着 泡着之后呢 喝完了之后 我就再加温水进去 继续泡 所以大概就一天 其实它所含的这个维他命C 一天的分量就够了 如果照卫福部的建议是100mini 果浪的话 应该一包就够了 已经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 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防疫最好的方法 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嘛 维他命C其实是 因为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都知道我每天都是要靠蜂蜜跟鱼干脂 所以这是你的概念 对我们这个是要跟同一师哥来喝看看 这是加了蜂蜜的 对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好 可以马上来喝看看 加了蜂蜜的 是 不太一样哦 来喝看看 因为我平常是不加蜂蜜的 是 很好喝哦 因为他本来微酸 我习惯比如喝咖啡或喝什么 我几乎都是不加东西的 不加糖 不加牛奶 所以 微酸跟蜂蜜是不一样 而且 你这个是有冰块的 夏天是特别好喝 我大概就是在公司都是 用温水把蜂蜜跟一盖子 粉泡一泡 然后再加一点冰块 好 我已经N年不喝蜂蜜了 我现在可能会继续喝 是哦 很好喝 很好喝 所以你平常就是这样子在 一天一定要喝个凉 而且就像天气热 好天气热 所以可以补一些元气 是 真的挺好喝的 我把它喝完 太好喝了 所以后来你发现 鱼干子你后来去做的测试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去了解 这个鱼干子有这么好 就是去种 那后来就测试 我刚刚有讲到一半 就是说我就想起我妈妈常讲的 听说听说听说人 因为我们用自然融化去种的 结果我们跟国内的大肠一比 哇 怎么好那么多这样子 好 所以我随便读一下它的这个数字 它的维他命C的含量是苹果的164倍 意思是说如果我是跟苹果同样重量的时候 我是它的164倍 然后它的SOD是苹果的24000多倍 然后它的微量元素那个锡 石头锡 石头锡是苹果的2182倍 那大家都知道说吃苹果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那所以事实上鱼干子 我现在也开始喝了 我发现有个现象就是 我的那个马克杯 我只要是泡鱼干子的话 其实杯子都很干净 它的酸度那个酸值 杯子是很干净的 我比较像其实有一些 我泡一些其他的东西 事实上都还要很用力的去洗杯子 然后一天的维他命C就已经够了 你想想看 我只要泡一包 其实一天从早喝到晚 一直泡泡泡泡到没有味道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现象 同意是你刚刚讲到这个 我心里想到一个朱老师 朱老师说他很多朋友就要喝我们一干子 是因为他的朋友都年纪很大 他说他要喝五粒冷藕 他喝不下去 喝一杯就想到五粒冷藕 就是那个朱老师讲的 对啊没有错啊 因为苹果也不是那么好咬 好那打神之也还蛮花时间的 其实泡起来是蛮容易的 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台湾的医疗法很奇怪 他就不准你去讲他的功用 其实他真的有很好的功用 那这个可能得自己去这一个去检索 上网去检索 其实这个都有报告的 检测报告 比如说他的这个有油肝 他的有这个抗氧化的能力 这个其实都有检测报告的 我们用的检测的厂 都是SGS的这个检测厂 我们只是说我们去检测 我们东西含这么多 那自己说维他命C对身体怎么好 因为我不是学医的 就是说我也是去Google得到的出钱的知识 那我想大家就自己去Google一下 自己去Google 是